我這樣講可能很難很順的講 其實有一個什麼原住民怎麼樣 然後在這邊他有一塊故事有一個故事 然後拿到他的一個石頭 有一個信物好像然後就把他 那個把他供奉成一個神 然後設一個廟在這邊 那設這個廟以後這邊就會集成一個市集 那這種情況這邊就有一個找的市場在這邊 是這樣子 但是這個因為瓦窯溝是一條 瓦窯溝是中和永和的介額 它是一條 剛才你們從那邊走一直在裡面就是瓦窯 一直往那邊去 瓦窯溝是四五公里有那個每一區段都不一樣的 那像剛才先生我在後面聽他說 那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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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方做的兩面光 然後下面這個水溝 那說要把它拆弄成又新的有 有濾坡有怎麼樣 那這為什麼不去建設其他地方 為什麼要建設這個地方 其實他講的是對 因為現在也沒有那個機會去搞那邊 而且那邊也是整治的很乾 比較乾淨比較好管理 那以後如果要把它更有品質的改造 那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以後 但是瓦窯溝有很多的 整個區塊有五公里多 有很多地方不管它是很寬很大 不是像這樣一點點 而且有很漂亮 那我們要去維護 要全雙和市民來維護 像你講的林長里長要以後都是 我們面具這就是要推動這個公民參與的事情 謝謝